大家好,我們要繼續來抽這次寵物再進化的寵物硬幣 目前我這邊有1115個,等於是111抽 這個只是至少啦,因為我們還會再抽到寵物硬幣,所以一定會更多 現在是7點多,等下9點就要維修了,所以我們要趕快把它抽一抽 我們這次的目標是DN,那我們就趕快開始抽吧 因為光抽硬幣有點無聊,所以就來聊一下關於這次寵物硬幣的活動好了 這次寵物硬幣的活動,在台灣官方這邊是叫寵物再進化 就是可以進化成MVP寵物這件事情 因為之前RO的MVP是不能當寵物的 所以等於說,這次活動的月夜貓跟PTN是第一批的MVP寵物 我忘記把我還有多少硬幣看出來,那我先看一下 我抽到狂暴月夜貓,這樣就小卵一隻九尾狐了 因為正常管道來說,要從九尾狐養到非常親密,然後再進化成狂暴月夜貓 不然我們剛剛說到哪裡 這個,因為我之前有翻譯16週年的時候韓國的那邊的活動 那有朋友問我 那這個活動是,一開始是2017年韓國那邊15週年的時候辦的 就是第一次也是PTN月夜貓這樣子 然後我翻譯也是2018年的16週年 那一次是有加一隻白素貞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去2019年之後有辦一次17週年 那一次是新增了幽安夢魘 然後在16週年跟17週年之間還有一隻獸人英雄 他不是跟活動一起出,他就是直接出這樣子 然後這幾隻呢,皮里恩就是跟台灣也是一樣嘛 就是用抽的或者是精髓30個換 然後月夜貓他是要用這一次抽到的精髓 然後再加上一些其他離離扣扣的東西 精髓是30個,然後要用非常親密的狂暴月夜貓去進化 然後白素貞的話呢他是用妖仙女進化的 我不知道台灣出妖仙女的美 我目前沒有在路上街上看到有人帶妖仙女過 但是我在找資料的時候是有看到這個檔案在 但是我實際沒有看到有人有抓到他這樣 然後這個中間這個獸人英雄他是一樣是用精髓齁 那個MVP寵物都是用精髓進化的 都是用30個精髓 欸?我剛剛不是抽了嗎?那為什麼沒有東西? 會行些什麼事? 算了,反正都最後一天了,原諒你吧 然後英雄他是用獸人戰士掌 也是到非常親密,然後再加30個精髓這樣子 那17週年新增了這個優安夢魘 優安夢魘就是那個神殿裡面白色那一隻MVP嘛 他是用異形進化的 異形就是從小妖精進化成異形 然後再進化成優安夢魘 那MVP一樣都是30個精髓齁 都是一樣要30個精髓再加其他的道具 然後還有卡片這樣子 欸?我第一次抽到150個 應該快抽完了吧,趕快抽完吧 就不知道台灣會不會像之前王室狩獵一樣 趕進毒,趕快把它出完 蘇一果凍 感覺好像也抽得滿多蘇一果凍 喔我一直連續按錯 好了不要再給我硬幣了,我竟然只想趕快抽完它 上女情書 他就不能交易的東西要硬要讓我抽到 我要再去回報一次 上女情書不能交易這件事情 好了,抽完了 好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今天抽到的這些東西 總共,全部今天的 這應該有180幾抽吧 就是加上後來抽到的這些 感覺有一堆蚯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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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總共的 到目前為止 901抽的結果 這邊我沒有按照機率牌 大家需要就暫停看好了 最少的應該是0.11% 就是抽到一個的東西 就是包含寵物硬幣啊 狂暴月夜帽啊 女僕啊 都是只有一個的東西 然後我剛剛有換另外一隻去抽 因為我剛剛原本剩下五個嘛 然後我又去買了五個 而且現在真的是大家坐地起家 就是因為已經快結束了 所以賣超貴 但是我忘記我抽到什麼東西了 而且我也沒有save check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訂閱我分享喔 掰掰 下次再見喔 掰掰